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吴,欢迎收看本期节目的,今天是2021年的7月20号,今天是我来到澳洲整整14年,14年的今天呢,我置身一人来到这一片大陆,一个人都不认识的地方,那么14年之后呢,已经在这儿安家立业,那么这14年的时间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也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所以呢,感慨完全, 就觉得生活处处充满惊喜,那么从大学毕业之后呢,我也就没换过行业,就一直在房产这个行业里面深耕,我觉得我的价值观是,人生这一辈子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非常了得了,那么有朋友说呀,他问你讲,讲视频的时候总感觉你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其实我私底下是一个挺幽默的人,起码我媳妇这么说的, 那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小说,当时还在大拳上登,关于爱情的,然后很多读者说,哎呀,你这写的也太色了,是不是真事儿啊,我说那你应该去读一些假屏霸的这个废度哪才叫色呢,大家都都是这样的啊,那为什么讲房子很严肃呢,因为这个, 说实话,我个人觉得你讲房子呢,首先它是一个很serious的事情,我不希望去用一些很哗众俱宠的噱头来吸引人,我觉得这不是我做事情的本意啊,我希望 我讲的这些东西,真正的能帮到一些要置业的,不管是粉丝也好,还是客人也好,因为你说的一句话可能会改变这个 读者粉丝或者客人未来生活居住的地方,那么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很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在做节目也好,写文章也好,其实我还是要推敲的,我觉得人还是要慎眼,不能胡说八道啊,所以我觉得,呃,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很严肃的一点啊,因为你不得不严肃,我觉得这是兴致上的东西。 最近有些,有些朋友啊,就是他在要买房子的时候,他会问一些,就是说,哎,大悟,你说我过去手里的这些房子,我应该怎么弄,那在此呢,我也觉得这个话题平好,其实很简单,这句话,如果你的房子2021年都没涨上去,那你早晚都要把这套房子给清掉,啊,那你要想一想,那人家都房子都跟火箭一样,都往上窜,你还在地球那等着呢,你要想一想, 是你的房子,肯定是你房子之前买的有问题,要么是价钱过高,要么是你的房子,不是那么受当地人的欢迎,啊,所以这是一个事实,你要接受它,然后,调整,重新出发,我们先进入一个片头,一会儿再聊,上周悉尼房是发生了什么。 那么上周的数据其实表现得还不错,新州清卖率91%,悉尼清卖率75%,上网物业419套,374套房子被人买走,那这个数据是有一定的提升的, 那我这周找了三套房子,都是位于新的内西区,第一套房子,其实是前几天卖的,也不算是上周,算是这周初吧,位于新的内西区Stratfield,那这套大地的house呢, 其实我有一个客人预算在七代七代五的时候,他有问过我,你说这个房子我用考虑吗? 我看了一下,我说,这房子弄不好,要破suburb record,结果果然破了,最后售出的价钱是905万欧币,也是Stratfield的目前为止低套,过了900万的房子, 那这房子占地是2008日平,六房四位八车位,当时的建议价是750万,这房子特点呢,就是房宽25米,虽然看起来是典型的这种character home, 但其实这个房子并不是heritage,是完全可以推倒重建的,当时中介在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他也说说, 哎呀,这个房子如果推倒的话,就太可惜了,因为不单是在内袭Stratfield的,还是在整个新,你这房子都是挺有特点的,如果推倒,确实是挺可惜的, 那么这套房子之前,Stratfield的suburb record呢,是2017年创造的880万,那套房子占地是2034平,五房四位,五车位, 当时呢,我还开车特意去看了一样,一看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钉字路口,估计应该不是华人买家买的,那Stratfield这套房子, 其实呢,并没有上排场,原因呢,是因为这个lockdown的关系,我觉得聪明的中介,他这么做是对的,就是你上拍卖,他未必能达到你想要的那种效果, 那所以这房子是取消了拍卖之后呢,是之后这个谈价,那据说呢,是有八个买家,最后有两个买家的报价是过了900万的, 最后冲销价钱是905万,那么第二套房子依然来自于新的内袭区Concord,这套房子是一套占地778平,五房五位, 两车位的独特house,那么上周呢,是用45天,以550万欧币的价钱拍厂售数呢, 其实这房子也不是因为他涨幅有多好,我就是觉得这房子挺好看的, 这是典型的这种Hampton style,就是Hampton风格,那什么叫Hampton风格呢, 就是他的颜色呢,用的都是偏冷色调,比如说这种白色呀, 然后那个地呢,都是用的timber floor,地板,然后他特别在乎他的这个注重这个厨房, 以及这个娱乐空间的这个设计,那这房子呢,其实基本上可以算成是rebuilt, 我觉得做工很好就,特别的讨人喜欢,其实如果你是外行人的时候, 当你看一套你很喜欢的房子,你是很愿意为他多出价钱的, 作为我来讲,那房子看的比较多,但偶尔碰到很喜欢的时候, 其实也多少会变得有一些感性,这是人之常情, 那concord这套房子呢,也算是整个concord的区域第二贵的房子, 那他今年的subber record是590万欧币,那所以呢, 就是说对于预算现在在300万以内,还想在concord这样去买一套差不多的房子, 也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么第三套房子呢,位于西南内西区Burchgroove, 这个房子就比较有意思了,大家看这个图片应该看哦, 这个买家应该是个画家,不单知道如何画了裸体, 而且他这个房子也很会买,房子占地230平, 三房一位一车位,那么上周用是25天, 以3157500澳币的价钱拍场收出, 而在2020年买入的价钱是211万澳币, 那Burchgroove这套房子呢,你从图片看, 基本上就是2020年买的什么样, 今年卖就是什么样, 就没有做任何的变化, 房价的涨幅堪称恐怖, 那么其实呢,在2021年, 就是笼统的来讲, 全悉尼,放眼全悉尼, 这个房子你哪怕是高点位17年买的, 都很少说有在2021年卖的时候还赔钱, 只能说没赚钱, 但是你赔钱的真的不是很多, 就是整体的房子表现都特别好, 那只能说有些是表现的特更好, 有些表现的一般, 有些表现的很一般, 所以我今天说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你的房子2021年都没起飞的话, 那你还留在有什么意义, 市场都已经给你拉开这么大的空档了, 对吧, 你都进不了球, 你还留在干嘛呀, 所以就要赶紧把它给重新重组, 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你要接受它, 并调整后重新上路, 那本期节目基本就是这样, 那么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这个大物看完日记暂时先搁置, 我本来今年还打算再推出一个更有意思的栏目, 那暂时也只能推后了, 在此呢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 那在此也希望大家呢在疫情期间保持安全, 好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